你妈怎么超过他呀 膝盖还在这儿 先保护保护保护 听话们 今天这个不听话 去 我现在不是讲 运动量不能往那两地下做啊 有话啦 对 我摘得痛 你先休息吧 不休息 好 不休息再坚持 不然苦 哎呀 你看 画面中摇着头 不轻言放弃的孩子叫裴福星 他正在刻苦训练 与四位同学一道 备战第十二届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越野滑雪项目 他所在的学校 位于山川环抱的河南省鸾川县 是一所生活着百余名残障少年的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没有教越野滑雪 汉地冰湖足球等项目的专业教练 却在国家省市级赛事中 摘得六十余枚金银铜奖牌和证书 近日 记者来到裴福星所在的 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实地探访 相处中 深刻体会到这群特殊孩子们的率真与专注 在体教 异教等结合中重拾自我 他们中 有人长于体积 有人才艺超群 为何把专业的体育项目引入特殊教育学校 该校校长吴庸军介绍 是关于2017年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 到省城郑州参加特殊教育艺术节后的一个简单举动 回来以后 有很长时间 孩子们见到我以后 还是说 校长 郑州会面真好吃 我就意识到很简单的一句话 意识到让孩子们走出去 意义非常重大 就坚定了我要通过音乐 演出 通过体育活动 一定让孩子们多走出大山走出去 2019年得知黑龙江省将举行与特奥相关的冬季项目比赛 吴庸军给裴福星等22名孩子报了名 那一年 学校临近退休的副校长万青雅 和几位滑雪场外聘老师 及体能教练吴涛等组建教练团队 中间有想过放弃 因为啥原因呢 就是孩子们理解能力太差了 比如一个动作 高抬腿动作 就是一直练了一个星期 他们才会 但是他们模仿能力非常强 他们愿意去学习 非常的专注 从训练的方面我也看到他们脸上也有笑容 非常开心 就像花朵一样 我看见这个星人深处感到非常的触动 体能老师帮孩子们培养平衡力 万青雅则指导他们练习动作 画学这项运动 以前自清说给家长看过 实际也都没有见过 我说教学联制我咋 看都见都没见过咋办 所以都是下地食品看看 研究研究那咋画 我不会画 只有我给海底上去摸索摸索 动作一样这样做 看了以后 再去给学生 在海底上给他模仿 都是这样画 因地理气候优势 卵川县具备滑雪条件 近年来 冰雪运动在这里火了起来 学校组织孩子到滑雪场定期训练 滑雪场的高山滑雪教练 便成了他们越野滑雪的临时老师 到目前为止 我们学校老师们也不会越野滑雪 看视频看书籍陪着孩子们一点一点教 让孩子们能够滑到这样的技术 走到现在 多年下来 该校三十多个孩子先后走出大山 在全国特奥冬季项目比赛 第四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等赛事中 获得六十余枚奖牌 比赛时一次次荣誉和掌声 也让这群特殊的孩子 从自我封闭变得阳光自信 本来这些孩子可能他智力上不是那么强 在学习能力上不是那么强 得到一些荣誉和荣耀之后 会建立他内心的自信 让他感觉到我不比别人差 我拿到了金牌 因为我走上了国际的赛场 所以说这给他们了更大的自信 以及对生活更美好的一种生活态度 为他们将来融入社会 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全世界大约有十亿残疾人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 吴庸军介绍 目前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 有聋哑脑瘫 自闭症孤独症等学生107名 他们在此学习生活技能文化知识 以及体育打击乐手工艺等特色课程 他们参加各项体育比赛 包括冰雪运动 将来是可以有可以到一些体育大学就读 或者到省队国家队里边去从事专业的体育项目 而我们大部分的智障孩子 他们没有机会进入到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去 我们更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放在大部分孩子们 日常的生活能力的培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 学校开设了洗车手工种植等等 很多有关职业教育的课程 将来让孩子们走上社会以后 能够不仅生活自立 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